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大家已经知道了 真正党最高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已被以军炸死 有关细节也有了后续的消息 各方都正式确认纳斯鲁拉已经去见真主了 而且准确的说纳斯鲁拉的肉身似乎已不存在 而是其组成部分去了 当时纳斯鲁拉正在跟他的副手 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尼勒弗鲁山 在真主党总部的地道里面开会 据说纳斯鲁拉对真主党的地道很有信心的 认为其很坚固,乙军奈何不了 是个深达数十米的坚固堡垒 可以防小型的核弹的撞击 事实证明纳斯鲁拉还是错了 就跟当初不该招惹以色列那样 这次乙方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操作手法 对真主党总部所在的轰炸力度空前 估计乙方此前已经了解了 真主党总部地道的坚固之境 所以乙军向同一个目标连续投掷超过了 80枚钻地炸弹的 一枚枚导弹不断的炸向一个点位 再后的地堡也扛不住这种连续轰击 爆炸引发的震动相当于3.9级的地震 将纳斯鲁拉等人彻底的撕成了碎片 网上传出的图片显示 中党总部被炸成了一个巨型的大坑 人们只找到了用于辨认纳斯鲁拉遗体的戒指 其他都找不到了 除了纳斯鲁拉和他的几个副手 还有伊朗革命卫队的国民指挥官也被炸死 伊朗媒体已经报道 伊朗革命卫队的副指挥官尼尔弗鲁 在乙军的轰炸中死亡 纳斯鲁拉担任真主党领导人32年 怎么也想不到会以这种方式走完他的最后旅程 另一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近几个月来 一直掌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所在地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原本想在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之行 回到以色列后再发起斩首行动 但因担心错失机会 因此在纽约出席联大相关活动期间 下令发动行动 同时以色列已决定采取地面行动 全面围剿真主党参与力量 当地时间9月28日下午 以军总参谋长哈勒韦参加了以军北方司令部总部 结束安全局势评估会议 他当场宣布了以军在北部战线的军事行动计划 以色列军方昨天称 以色列空军已经控制了贝鲁特国际机场所在的区域 目前该机场的正常航班运营不受影响 只不过多了一些以色列空军的战机 在机场周边盘旋巡逻 其目的是禁止任何势力向黎巴嫩支撑党运送武器 以方已通过了机场塔台通讯系统 向往来的航班宣布了这一消息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允许向珍珠党转送武器 空军飞机现在正在贝鲁特机场地区巡逻 我们事先宣布我们不会允许携带武器的飞机 降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 这是一个民用机场 需要以这种形式保留下来 我们不会击落任何一架民用飞机 贝鲁特国际机场距离黎巴内首都贝鲁特市中心 只有9公里 有三条跑道 这是除贝鲁特港以外的第二大进出黎巴嫩的主要口感 中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确认死亡之后 伊朗做出的回应是消息人士称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林一已被转移到安全地点 另一称伊朗总统府支持巴勒斯坦 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主席 默默德阿赫塔里说 伊朗方面已经启动了派遣军队的征兵登记 通过公开登记 政府肯定会批准向黎巴嫩和格兰高地部署军队 他称 我们可以派遣军队前往黎巴嫩与以色列作战 就像我们在1981年所做的那样 是否真的派兵进攻以色列 还需要再观察 尼亚尼亚胡昨天说能打伊朗任何一个地点 美方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发声明称 纳斯鲁拉以及他所领导的恐怖组织 珍珠党在过去几十年里杀害了数百名美国人 纳斯鲁拉因以色列空袭而死 这对他的众多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正义 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 保卫自己免遭珍珠党 哈马斯胡塞武装 以及任何其他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侵害的权利 拜登说他也指示国防部长 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力量的防御态势 以遏制侵略并降低更广泛战争的风险 网上消息显示 黎巴嫩、约旦、叙利亚等都在庆祝以色列 帮他们办了件好事 以前黎巴嫩是非常富裕的地方 珍珠党送去了暴力和贫穷 纳斯鲁拉死亡的消息传出后 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的基督徒、德鲁兹人和逊尼派 纷纷在街头载歌载舞 分享美食 以庆祝这一盛事 今天最新消息 以色列军方在当地时间29日上午发消息称 以军在前一天的一次空袭行动中 又炸死了黎巴嫩、珍珠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纳比勒、卡乌克 此前有黎巴嫩媒体曾报道 卡乌克有可能在纳斯鲁拉死亡后 成为黎巴嫩珍珠党的新任领导人 这等于是没有接班就被干掉了 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今天的最新报道说 两名美国官员称 以军即将进入黎巴嫩 开展小规模行动或边境行动 也可能已经开始 目的是消灭离珍珠党在离以边境地区的据点 今天还传出消息称 乙军已获得授权 将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进行攻击 此消息还有待验证 美国海地裔社区团体 正式对川普和万斯提出刑事指控 因为他们散布谣言 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 吃掉了居民的虫 俄亥俄州允许公民提出刑事指控 如果川普和万斯被起诉 面临被逮捕出庭 本周两人都不再说此事 川普表示他不知道 只是传谣 并表示并暗示万斯是谣言的始作俑者 最新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美国六个关键中领先其竞争对手特朗普 而且差距已经落大 从各方面的信息看 特朗普越来越没戏了 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晚间视频讲话表示 胜利计划已经提交给了美国 我们已经解释了每一点 现在我们将在团队的层面上努力 以完成每一步和每一个决定 乌克兰的强势立场将更快的带来和平 资连斯基说 乌克兰的所有关键问题都摆在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桌面上 一切都在考虑中 包括远程能力 防御计划 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俄罗斯资产的处置 我们已经设法处理了所有主题 我们正在位在拉姆士泰因框架内 在德国举行的会议 做准备 这是一种形式 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起遵循和平计划内容 感谢拜登总统的邀请 胜利计划 也提交给了美国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和特朗普 美国对乌克兰有直接的了解 这对乌克兰来说很重要 资连斯基强调 最关键的方面是前线 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了 在乌克兰的力量下 最大限度的加强了自己 加拿大财政部长 弗里兰表示 他相信西方可以通过使用俄罗斯资产 来帮助乌克兰的战争努力 他说 我非常有信心 乌克兰将在未来几个月 开始获得这笔钱 在这一点上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技术细节 乌克兰武装部队 战报更新 过去的一天中 俄军损失1470人 14辆坦克 42辆装甲 55门火炮 4套多管火箭系统 62架无人机99辆军车 如果没有记错 俄军单日损失1470人 是自开战以来 第三高 最高的一天是1700人 第二高1500人 俄军的大件损失 又超过了100件 俄罗斯无人航空中心负责人 赫勒美采夫上校 9月27日 卸任 原是乌克兰情报总局 和俄当地组织 把他终身开除了 行动发生在莫斯科 老家准备办事 三种考俄方式 先看野地考俄 战报中提到 俄罗斯军队的装甲车和坦克损失多 大多发生在 科列斯尼基夫卡 和科鲁利亚基夫卡方向 俄军在那里的定工很猛烈 损失惨重下 又推进了一个突出部 大致方位在斯瓦托夫 和科培扬斯科之间 乌军的防御部队是90旅 俄军从两个方向进攻 动用了至少50辆坦克和装甲车 管事考俄 顿涅茨克 新罗迪夫卡方向 俄军突击队 试图躲避乌军无人机 找了半天 终于选择了一个好地方 钻进铁路桥下的寒洞内 俄兵们大意了 他们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被无人机发现了 乌军无人机操作员 给俄军配了一副药 足以让寒洞内所有的俄军 士兵的家属都有拉达车了 视频没有声音 只有火光和烟雾 一头开炸 一头冒烟 对于这些俄兵来说 一切都结束了 闷炉烤鹅 沃复昌斯克骨料厂被乌军收复 但乌军并没有放松警惕 用无人机24小时对骨料厂进行监控 以防俄兵从地下室冒炮出来 乌军的钓鱼战术取得了成功 俄军残雨 向一栋房子里集中 全程监控中 有四名俄军进入了这栋房子 无人机确认 不再有俄兵进入房子后 从房子的天窗 投进了一枚大口径的炮弹 视频中 除了看到房子内有火光以外 外面什么也没有发生 闷炉就是这样 泽恩斯基在纽约 向特朗普发出访问乌克兰的邀请 欧洲真理报报道 当特朗普提到 乌克兰有许多人丧生 许多美丽的城市 已成废墟 难以修复时 泽恩斯基回应说 顺便说一句 你应该来看看我们的城市 特朗普当时回答 我会 并立即重申他的信念 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战争不应该发生 但他从不提战争 是俄罗斯发动的 使俄罗斯摧毁了乌克兰东部的城市 不说原因 只说现状 记者问特朗普 是否期待着与泽恩斯基再次会面 特朗普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称这完全有可能 但他认为乌克兰总统说的最好 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在与泽恩斯基会晤之前 特朗普赞扬了泽恩斯基 在2019年 试图弹劾特朗普期间的行为方式 并表示他们有良好的关系 然而他又说与普京的关系也是如此 如果当选总统 他可以迅速的停止战争 特朗普就是一个精致利己的不成功商人 战于表演 讲的都是美国主义 肚子里装的都是生意 泽恩斯基和特朗普 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会晤前一天 特朗普表现极端 发文指责泽恩斯基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军工厂 该州是美国竞选摇摆州也是能够决定谁能在大选中胜出的七个摇摆州之一 特朗普认为 泽恩斯基在那里会见了民主党人士 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增加了人气 随后特朗普声称拒绝与泽恩斯基会面 各媒体纷纷拿着这条消息报道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特朗普反复补查 特朗普是美国共和党领袖 在小跟班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声称拒绝与泽恩斯基会面 所以有人认为特朗普与泽恩斯基这次会面不大可能举行 但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同意了 但这件事再次证明 做人不要成为他人的提前魔后 这次特朗普又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忽悠了 原本是为了献媚 结果特朗普突然改变了主意 把自己晾在了一边 约翰逊这样的人 最容易成为别人的临时工 以前他曾拖住援助乌克兰法案不能通过 被特朗普忽悠了 后来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背国侠 终于将援助法案通过了 然后再次准备下来就会发生了一遍